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成爽面箱的人 稍小年纪就可以事业成功呢 由下网上交叉的时候 一般人是在30岁到35岁的时候交叉 可是它提早在30岁之前 就已经交叉 就已经超过了 20多岁甚至更早就发了 可是雅筑竟然它的线 两条线都已经超过了 雅筑已经超过了 左右手都超过了 对啊 恐怖耶 派玉祥侧验要解释 你一谈恋爱 智商就会变成几岁 一谈恋爱就变成10岁左右的幼稚小学生 他觉得说只要这个世界上 有他爱我 有我爱他就够了 看起来不像 可是事实上他在前面就变好别人 真的 真是会 我觉得是幼稚 老师 幼稚 这次DIY只要预知 最近谁能够帮你签姻缘 想找伴女人 千万别测货咯 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 年纪都非常轻 轻到吓死你 欢迎就是曾少宗 还有我们的杨雅筑 哈啰好 好 在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 他们的年纪好了 真的是非常的轻喔 那个曾少宗应该是 我今年没有啦 我就是我24啦 24 OK 对 OK 我刚刚好 其实你刚刚好 对对对 可是在演艺圈里面 对 演艺圈里面也是算年纪比较轻 对对 那亚厨小姐来跟大家讲说 你的西元是 1990 刚刚我跟那个谭小师说 79年的时候 他问我说你是1979吗 我说不是 是民国79年 对 没有他讲 民国79年 民国79年不算什么 他讲1990 我心里想 什么 什么他学都是毕业人 就是1990感觉好像才刚刚发生的时间 对 就是十几年前 现在不过200多而已啊 对 200多而已 只有1990感觉好像是在昨天的 对啊 对啊 所以你其实你才高一啊 对啊 而且他很早就出道了 蛤 国小毕业 哦 现在也大人家都这样子 凌虐同工 对 抗议 抗议 对啊 可是怎么会那么早就出来这个 演艺圈里面走 走 走 就比较早接触 比较早接触 你是从拍奶粉广告开始吗 还是 对 我是拍偶像剧了 拍偶像剧 对 那时候 就是他们要找年纪小的 然后尖尖就看到 哇 那妹妹还在画画 就觉得很不爱 好可爱 对 不会啊 没关系 对 对 就是因此展开 所以就开始到现在 对对对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这个年纪很轻的人 他们可能在对于这个喜欢做事业 这一方面他可能就很有兴趣 就像你们两位一样 对不对 对逛西门丁没兴趣 对 只对逛西门丁没兴趣 可是呢对于事业 他们就有很多的憧憬 那当然呢 今天要从这个手面向的特征来看一下 这个所有的现在当学生的 我们大家也来看一看 可能你们很羡慕他们两位也说不定 所以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特征 这个年纪轻轻的 就有事业到底什么样的特征 哇 来 黄老师 一般来讲年纪轻轻的话 大概例如说二十多岁 大概都是上班族 那你要是要有一个事业 做到老板 或者比较有点成就的话 大概要三十几四十几了 对 所以我们在政治界或者商业界 经济界来讲 大概三十岁左右 或者三十岁以前 你有这样我这种长相的话 你就附和我这一条了 但是我事先实在没有想到十五岁 我之前是二十几 还不在题目以内就这样 我本来想到二十几三十 就有那个事业有成 好 第一项我们看一下 首先就是要看耳朵 耳朵是代表提拔 你年纪小你要事业有成 或者事业有点成就 那么让人家觉得还不错的话 一定是耳朵 耳朵高的话一方面志气高昂 一方面人家提拔你也比较快 觉得你不错 那么这耳朵高呢 我们称为叫做耳高于眉 就是从正面看的话呢 这个耳朵的这个上缘的部分 要超过眉毛 事实上这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这样看 跟这样看都会不一样 所以只要到达眉毛就算了 大部分人的耳朵应该是在 眼睛跟眉毛之间 中间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对 你要到达眉毛 就叫耳高于眉 那在耳高于眉呢 我是举政治界的一些人物来讲 例如说关中 宋楚瑜 马英九 他们在30岁前后 就几乎都已经坐到 蛮高的位置 那一种他们就符合我这个条件 耳高于眉 所以他们那时候 得到很多的贵人来提拔他 好 其实看一下第二项 可是我们现场都没有 很难 这个很难 好 第二个呢 重点是先看眉毛 这个眉毛这里要有角 尤其是指男人 男人这边要有角 然后这个略略的往上扬 所以我叫做眉角上扬 眉角上扬 表示他很有 很有这种心灵呢 一直想要奋斗 往前面然后冲 你们想象中 现在目前在台湾的社会 政治界 经济界 商业就好 30岁左右就已经出人头地的 基本上他们这个眉毛 都会有这样的特征 飞上去 会有画成这样 再下去呢 是这两个要一起论的 就是这个额头 就是这一部分 额头要高额宽 然后鼻梁要挺 鼻梁挺就是侧面看 这边不要低线下去 那额头高 就是上下较高 左右较宽 如果有角出来是更好 我们讲前面角就是筋 意思是说他视野心很强 而且呢 我们这个地方 在我们人像学里面来讲 眉毛以上是代表早年 就是34岁以前是眉毛 看眉毛以上 就是看了额头 所以额头你又高又宽 表示你早年就不错了 就是早发 然后这个鼻子要挺 鼻子陷下去的话 他如果这样二十几岁 就出来闯的话呢 大概会失败 哦 他没有办法 鼻子陷下去的 通常他要失败过之后 才会成功 他才会成功 所以你看鼻子陷下去的成功 通常要四五十岁才有可能 真的 那你要二十岁就成功 三十岁就成功的话 鼻子不能够陷下去 哇 所以变成这两个要一起 额头高额宽 加上鼻梁挺要一起 那另外眉毛归眉毛这一下 对啊 那么刚刚包括还有这个 前面的额高额梅 这几项 只要有一项的话呢 就基本上在他面项里面 就属于我们所谓的早发 好 再来我们现在要参看一下我们的首相 首相是这样子 各位都知道 我们的首相这里有两条线跟事业有关 一条是往中指来的叫做事业线 或者叫命运线 对 那么一条是往无名指来的称为叫成功线 这成功线也叫第二事业线 这两个呢 一般人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是不太清楚的 那如果说他在三十岁以前 这里我写的三十岁以前 这事业线跟成功线就已经超过了智慧线 这个交叉点 我们是这两条线是从下往上 由下往上交叉的时候 一般人是在三十岁到三十五岁的时候交叉 可是他提早在三十岁之前 就已经交叉 就已经超过了 所以就表示他是 三十岁以前 就是二十多岁 甚至更早就发了 那么这一项呢 刚才我观察两位的话 少宗还没有长出来 对 我都还没有失业线 还没有失业线 因为这失业线我刚刚讲过 到这里要到三十岁左右才有嘛 他现在还没有到 他才二十四岁 还没有到 可是那个雅筑呢 竟然他的线 两条线都已经超过了 雅筑已经超过了 左右手都超过了 对啊 很恐怖耶 好 那我们现在讲的 面相跟手相 只要有一相有这种人 我们就可以观察得出来 他很早就不错了 对 而且是在三十岁以前 他就已经有这个 想要做事业的这个方向 而且他这个常常就会去动脑筋 就说我在工作上面要做些什么事情 就像雅筑一样 可是你平常都这么忙吗 平常都会这样子忙 你不会有什么娱乐啊 修行什么会不会 会啦 会啦 还是会有 不要让自己生活空着 真的吗 所以两位现在有这个 吃到Lunch Bar吗 还是 跟我们大人一样 都有 而且他说都有 不能讲 不行啊 因为他们现在16岁 还美满耶 12点以前回家就可以了吧 12点以前回家 对啦 所以两位现在有交男朋友女朋友 没有 没有 都没有 有曾经交过吗 有 有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一定有啊 几岁 你是几岁的时候交的 我16岁吧 16岁 16岁交 那你 我12岁 真的 应该的啦 应该啦 差不多了 就是他的年纪状况 一定都要往下摆 对 对不对 12岁就交 你的条件是 然后我觉得我讲大家都不会想起来 不会 没关系你说 就是 就是平常算帅哥来多看一点 对 真的交往我比较喜欢 就是 长得比较不怎么样的 就像黄老师这种 对 对 对 这个他一亮房间 是一亮的不可以 对 好 很好 可是报纸上都这样子的 报纸上都这种的 不过那个都被抓到老李官了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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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讲这话 你对她的讲太沉重了 不是要年轻成要往下降 你先看一下雅筑 他的右眼的后面有一颗痣 那颗痣他不在乎我 几岁 那颗痣的意思就是 比较不会在乎年纪 真的喔 真的啊 我就是 真的吗 王老师 你好希望 我之前去看那个 就是路过看那面上去 对啊 这个字刚好在色跟 好色跟剪中结 就是好色 又好色又剪就对了 对 所以这个字是不在乎 不在乎年纪 所以你交过男朋友吗 那那个是几岁 就是 最多差到十岁 下 十岁 十岁 我觉得雅筑已经成熟到 让我觉得她交到一个大二十岁 都没有关系 不是 重点是 她十二岁的时候 交一个二十二岁的 哇 是不是 哇塞 像雅筑是那种 不在义年纪的一个女孩子 她可能觉得说 可能年纪大一点 对她来讲比较有帮助 那当然其实有很多人 都是有抱着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星座来看一下 好 到底什么样星座的人呢 其实真的最不在义年纪了 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太阳精心我们都要看在里面 我们这里只挑三名 那雅筑是狮子座 金星是在巨蟹座 那这个骚钟呢 你是天蝎 金星是在摩羯座 我们就来看看她们两位呢 在不在意恋爱的年龄了 刚刚雅筑已经说她不在意了 对 那我们这边列了三名 好 第三名的女生 到底是谁呢 太阳精心如果落到了 牧羊座 牧羊座的女孩子呢 她就要看她的环境了 比如说那个时候呢 如果她是在打工 像雅筑这个样子 对 那平常身边围绕的 都是年龄层比较大的 她就会变成小大人 有一点点像雅筑这样了 而且牧羊座的人 她是以感觉为主 她是觉得说 跟年纪大的人在一起 好像比较有前途 比如说年龄大的人 想法思虑也比较纠密 盛密一点 那牧羊座的人就会心生崇拜 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还蛮好的 好 这些不在意年龄的 就是她小时候 不介意年纪大的 大了也不会介意年纪小的 是走那种比较帅直派的 所以牧羊座有这个倾向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名的是谁呢 第二名是太阳 金星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 水瓶座的女生呢 她会觉得 她相信自己的判断 她的判断是 这个人的逻辑思考 她想事情的方式 跟我合比较重要 或我福气比较重要 至于她年龄大 还是年龄小 我管你们别人怎么看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水瓶座的女生 对这一点她是很自信的 如果她坚持要爱上谁 家里的人反对也没有用 没有用 她很硬 她很硬的 好像那个莉莉小 这个莉莉也是水瓶座的 她相信自己的眼光 对 真的 真的 完全不在意 就无愿往前飞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不在意年龄差距的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 水瓶座啊 她也是比较不管别人眼光的 而且重点是她精挑细选 这个人一定要有出息 有出息比较重要 所以有很多双鱼座 有的可能很早婚 对 然后可能会嫁给一个年纪长上很多的人 蒋宋梅林是双鱼座 真的 真的 这个猛 对 那个就猛了 这个猛 她要的是有出息的人 所以管你们怎么看 你看她嫁给一个多有出息的人 哇 这位女生挑对象的眼光 我们大家可以学习去 她们通常都押对保 她们很少嫁错人 真的 而且她嫁的那个 如果她愿意陪她奋斗 通常那个人也一定会有出息 那这一点就是 不知道是她眼光好 还是她真的能够死心塌地的去帮助对方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要观察一下的了 好 那雅筑没有上榜 可是基本上你也算是 因为雅筑的星盘里面非常多图像 和水像 然后除了那个太阳星座是狮子以外呢 月亮在摩羯啦 然后水星在处女座 金星在巨蟹座 火星在金牛座 通通都是雾石派 所以耳如木然之下 而且她会压对保 因为你手上有颗痣 那颗痣会压对保 就压到的保是有钱人 真的 对啊 又年轻又压对保 那少宗呢 少宗呢 少宗的那个手上就 她那个现在越来越淡 我有一颗痣啊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是会过财 越来越淡是会过财 越来越淡是保越来越虾 那个保呢 保越来越跑掉了 大家对这种事情都是很在意的 有关系 当然啦 好 好 我们来看看 再看清楚 因为这话题就要过去 好 第三名 这个不在意年龄的男生是谁 太阳金星 第三名落到了 巨蟹座 巨蟹座男生 巨蟹座是觉得有缘分 有感觉 这是比较重要的 很多巨蟹座 甚至于你会觉得 他有练母情结吧 因为他会觉得 看童年龄的小女生 幼稚 对 无忧无虑 然后还在那边 想那么 对 想的风花雪月 对 巨蟹座的男孩子很早熟的 从小到大 比如说看到爸爸妈妈很辛苦啦 或看到他们吵架啦 或看隔壁邻居啦 他从小就会对这种事情 是很谨慎的 对 所以他如果会在一起的话 一定是他觉得 比较成熟的人格 所以年纪小的时候 就会找到年纪比较大的 那这种感觉让他很有安全感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清新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的男生 水瓶座都有 水瓶两个都上了 因为水瓶座心里认为 爱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水瓶座的男生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如果要跟他讲说 你怎么会爱上这个年龄的女孩子 或者是这个男孩子 他就会觉得你在跟我讲什么 对啊 对啊 这是两个人之间的感觉的问题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已经遇到这个人了 如果我为了年龄而不要 那不是更奇怪吗 所以你跟他讲这个是讲不通的 他有他的一套逻辑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清新如果落到了 还好少宗没有伤吧 好 射少座 其实也不是说 不管年龄差距是不好或怎么样 我讲的是说 有些人他就不敢去冒这个险 但是射手座是敢冒这个险的 射手座的男生呢 他会觉得说 有爱的感觉最重要 他很难得就爱上一个人 他通常是对人很感兴趣 但是要他下定决心去爱 那这个女生一定要很聪明 很有智慧 或者是在很多事情上 他很折服 所以而且很多 这个射手座的人有拥荡 人家不敢追的 那个看起来最难追的 因为他二话不说 就去要电话了 二话不说就去邀约了 对 所以他不会觉得说 你高高在上我是个穷小子 这个不在他的这个观念里面 所以他也是不在意别人眼光 有那傻胆的一个 所以这几个星座的男生女生 都是属于不在意年龄差距的组合 就是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遇到这样的人 年龄有点差也不要害怕 没错 那当然其实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在意 包括那个年纪也都不在意的 对不对 还有就是他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都会变成一个人 就明明就年纪可能就是差不多了 可能他可能在谈恋爱就变小孩子 对 啊 不管啊 就装可爱或什么之类 你是觉得你是属于那种 我很成熟 还是那种 其实我谈起恋爱就很幼稚 你们自己认为 想要装成熟可是就会 做一些干一些幼稚的事 对 常常这样 你也是吗 因为我有一次有时候出去玩 然后以前 然后他就是那种 在玩完玩到一半 然后马上叫男朋友电话 那没有电话 好 那我回去 不是 会 他会 可是我不会这样 他会 我是见色忘流星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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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啊 对 不是 狮子 然后金星又在巨蟹 更严重 更严重 对 爱奴行的 你忘了范瑞君 真的 完全就是爱奴行的 这个是没办法 而且回去的路上 你不要搭他便车 他会呆你呆到你下车 因为你耽误他的时间 真的 所以 女人啊 碰到感情这种事情 真的就完蛋了 连小女生都不例外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大家赶快来测试看看 从我们的看上测验呢 就可以知道说 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到底会变成几岁了 来 好 其实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呢 就换一个脑袋了 就变成十几岁的小学生一样 今天随便要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前一室 我们测验一下 谈恋爱的时候 你会变几岁呢 就看你变几岁 会变成幼稚鬼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 如果你是卖衣服的这个摊贩 碰到下雨天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第一个 干脆休息一天不要卖好了 对啦 不是摊贩嘛 所以很容易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家网拍 就是干脆就是弄在网路上 就像你们一样 就是在网拍 那第三个呢 管他的 继续给他卖 够干脆 OK 来 我会选二 网拍 我的话会选三 三 就找个地方 对 继续卖 继续卖 对 黄老师你呢 我喔 我当然会休息一天啊 对啊 遇到雨季就不要做了 好开乐喔 好开乐喔 OK 那黄老师你呢 三 走廊下 在走廊下继续卖 好难喔 对 可以选两种 可以选一个 好啦 二啦 观众朋友选 我们请高老师来告诉大家 谈的时候呢 你到底变成几岁啦 好 观众朋友呢 当你是一个卖衣服的路边摊的摊贩的话呢 下雨天的时候呢 你会选择跟唐老师一样干脆休息一天的话 如果呢你也选择跟他一样的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或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到底会变成几岁呢 我们来看一下 恭喜你呢 你们一谈恋爱就变成十岁左右的幼稚小学生 好 其实这类型的 恭喜啊 对 这样很棒啊 很棒啊 对 是说学不乖吗 对 好 其实这类型的谈恋爱的时候呢 就会变得比较幼稚 会破产喔 脑袋呢只剩天真与单纯的想法 小心会上当被骗 其实这类型的人呢 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呢 他就换一个脑袋啊 所有的什么想法啦 或是理性啦 或是专业呢 完全忘光光 然后马上就变成一个很可爱很可爱 很天真很单纯的一个小学生 他觉得说 只要这个世界上 有他爱我 有我爱他就够了 其他都不重要 任何人的说都没有关系 只要呢我们两个能够天天在一起啊 然后过得很甜蜜的生活 那就好了 唯一担心的是 他会不会不跟我玩 或是不理我 那他这个表情是为什么 就完全是小孩子的想法 嗯 比较天真 就看起来不像 可是事实上 他在谈恋爱就变好天真 真的 不是天真 是幼稚 是幼稚 我跟他没有谈恋爱 我的脑袋还在啊 事实上还是很高 对 只要不要谈恋爱都很理性 OK啊 赶快来 赶快来看选择二的 再加这个网拍的 像那个雅筑跟我一样 对好 观众朋友呢 当然也是卖服饰的路边摊摊摊 你会像黄佳迁 那嘉谦跟雅筑一样呢 他会在家网拍 如果观众朋友选这个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 谈恋爱的时候呢 他们两个或是你呢 会变成几岁呢 赶快来看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二十出头的大学生 因为谈恋爱热情如火的你们呢 总是充满了斗志 尽情地享受恋爱的滋味哦 我们两个就是走 就像冲冲冲啦 对 比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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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头目血流 都不后悔 也偏要爱 对 就是爱到就没办法了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答案 不管你几岁啊 只要一谈恋爱的时候呢 你就像一个新鲜人一样 就是很开心很充满了活力 那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不睡觉 只要跟对方在一起就好了 是这样对不对 对啊 就见色忘游 对 你会不会有时候啊 就是很爱对方的时候 你就恨不得把他吃掉 就很像咬 咬下 因为是耶 OK 好 所以就是变得还蛮年轻的感觉 对不对 比较有憧憬 好 赶快来看一下 选择三的就是 管他的继续 应该是 继续卖 多少钱 好像黄老师这种 对 不晓得是什么样 一少钟 对啊 这两个 很美老头子 好 关头 如果你是卖服式的谈判啊 遇到下雨天的话呢 你会怎么办 如果选人跟这两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们两位呢 就是管他的继续加减卖的话 如果你选这个单 我们来看一下呢 谈恋爱爱的时候 你会变几岁 看看看 一谈恋爱呢 你会变成成熟稳重的熟男熟女啊 因为务实又懂得 记取教训的你们呢 就算在热恋中 也能保持理性 并且规划未来哦 学观人朋友选这个答案 真的很恭喜你哦 你也很成熟也很稳动 也很懂得去经营很多的爱情了 所以是选择三是最好的 可是这样好辛苦哦 蛤 为什么 就是 没有那种冲动 可是以后才会 我刚刚就是讲说选二的人 然后我就一直很想有像那个 琼瑶小说里面那样 轰轰烈 就是激烈啊 爱死你那种 可是我觉得 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有这种的心态 会不会是你还没有真的有爱 可是真的收藏就不好 对啊 照周你的心态已经跟黄老师一样 真的 所以你也不要妄想 你会轰轰烈烈 真的 你知道吗 其实很轰轰烈烈的爱情啊 其实就像 就像那个雅筑这样 搞不好那个收藏都是很不好 对 因为太激烈了你知道吗 你很难收藏啊 对不对 所以其实 就是人的一生当中 一定都会碰到一些 你很刻苦明星 或是很戏剧性的一些爱情故事 当然是 每个人一定都在你心目中 一定有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星座来看一下 到底什么星座人在谈恋爱的时候 他的爱情啊 是真的很像戏剧性一般发展开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时候是你可以控制的 比如说太阳星座 是你的个性的问题 有时候是你不能控制的 比如说上升星座的问题 上升星座是导致你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太阳上升两个星座 我们都要参考一下了 对 那雅筑是狮子 那少宗是天蝎 那你们上升不一样 像雅筑是上升在处女座 那那个少宗上升是在水瓶座 那嘉天上升也是在处女座 处女 那我们的黄老师呢 上升在巨蟹 你的上升在 天蝎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到底谁会有戏剧性的恋情呢 第五名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 石子座 会 有 有 有 狮子座的人的感情生活 绝对是它的重点 生命当中的重点 所以很多狮子的一生 就有一种戏剧性的成分在里面 对 因为它很受人家矩目嘛 然后在这样的 石子座这个星座 是真的为爱而生的星座 对 拿起恋爱来呢 有异性没人性啊 对 所以说得真好 从你狂点头 是啊 对 当然它的戏剧性可能就是那一生当中 不会说太过分 太多 它不会给自己找麻烦 但是它经常被人家找麻烦 它的人生是为了另外一半 然后而产生了挫折 或产生了改变 然后它自己在那边 被人家弄得脑震荡 然后还搞不清楚状况 对 或做错误的决定 所以很多石子座的人生决策 如果有出现急转弯 通常也跟感情有关系 真的喔 而且石子座特别喜欢那种 戏剧性的场景 譬如说大雪纷飞的夜晚 很冷很冷的话 它就觉得 包场子那种 它会觉得更象征了 它爱情的忠贞 对 然后为你挥汗如雨 这一包帮你买回来的香烟 就特别的有代价 真的喔 如果它买回来 还是飘飘亮亮的 你应该也不会感谢它吧 对 超扯的 但是石子座还蛮喜欢 在过程中把自己累个板死 对 你看之前有一段 也是很戏剧性发展的 像王静宇那一段 好像在拍连续剧一样 从这个家暴事件 然后慢慢慢慢演变 王菲 小孩子的这个真 王菲的恋情 对 也是很像连续剧一样 大家就每天 就会一直想看下去 就它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它一定会谈错恋爱 你放心 你怎么这样的讲 对 其实就是笨笨的在感情上 对啦 在这一方面 看不清楚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名 太阳 掌声 如果落到了 我跟高老师算好了 天蝎座 对 谭老师我们 太少了 对啊 你们也是 对 他就有讲了 他刚刚的那一段 对啊 天蝎座女人的感情史 就是一个女强人的诞生史 那天蝎座的那个男生的话呢 他的恋情史呢 通常也是一个男人的奋斗史 就是小男生成长为 大男生的一个奋斗史 对 他越来越成熟 那感情对他来说 意义重大 意义非凡 所以你如果跟天蝎座 聊起感情 他通常会告诉你 因为这段感情 后来我就了悟了什么 对 后来我就理解了什么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了什么 对 对 他就 譬如说他就决定 把感情放在第二位什么 随便擦擦 而且我觉得天蝎座很喜欢刺激 对 没错 就很喜欢刺激 没有刺激他过不下去 即使这段是 也许你是第三者 很平 就会觉得我就是要 就是要赢 我就是一定要赢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后来有赢吗 有啊 可是就觉得 赢到最后觉得 好像又没有那么喜欢他 对 赢到后来就无趣了 就没有 就为了要赢就对了 喜欢那个过程 对 然后不然就是那种 在暧昧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然把自己搞得很戏剧性 每天这样过得这样 消沉的时候很消沉 嗨的时候又很嗨 不知道在干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亚筑跟亚签的上升在这里 初女 所以我一生就是很戏剧 会啦 你会碰到一个很戏剧性 你一定会很戏剧性 你会一直很戏剧 我初女座很喜欢那种 轰轰烈烈的感觉 真的喔 对 真的 然后她也会坚持一种纯爱 纯纯的爱我纯爱 谁不要这样子 我所谓的纯爱是说 她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暗恋都没有关系 淡淡的 默默的付出 默默 對 就很喜欢来这一招 自己觉得很棒 而且上升处女座 会有自爽的那种性向 对啊 自己送 自爽是什么 她觉得她这一生应该就是我 她配我 然后我跟她是金童跟玉女 然后为了这个信念 她就坚持下去 即使别人不看好 我要坚持 因为我觉得她跟我最配 我跟她最配 只有她配得上我 只有我配得上她 我想想 会一点点 会 那种自己 就不想就想别的 就是两个 然后自己心里默默 有那种我非常了不起的感觉 就这样坚持下去了 好像演戏一样 可是常常会被打枪 常常被打枪 可是初女座的人就很坚强 她绝不在别人面前倒下 所以只要有人 关注这件事情 她就一定要挺直背脊 我要做给你看 所以常常很多初女座咬牙忍住 那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好 忍到她自己觉得 我不要再演了 然后我受不了了 好像可能也已经家财散尽了 或者被辜负到不行了 初女座才会说 好 那我不要了 因为已经在我心目中 已经不存了 所以标准是在她 我们就会觉得初女座还蛮坚强的 好 了解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 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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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嫁給他 什麼跟什麼 我們就覺得 這雙子都是怎麼回事 而且常常變來變去 精采的人都上榜 還有第一名 還有第一名的 第一名就是點點點 桑花公的精采 太陽傷身 還好我們都沒有人上榜 如果落到了 射手座 我告訴你 射手座看起來都很陽光 孫童 陽不陽光 陽光 故事好精采 他跟迪那一段就精采了 很天真 看起來也好像沒有受過任何傷 可是你要是願意問他 你的感情 你聽完以後只有一個感想 對 就是好扯 真的 許淳美 好扯喔 聽完有沒有大家 那內 有沒有 就是那種驚嘆號 就是 對 怎麼會 是 這首座的讓你的驚嘆號 各式各樣 譬如說有的男生 他可以忍受女朋友外遇 你會覺得男生忍受女生外遇 所以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男生不都是很大男人主義嗎 對 那也有的是什麼 為了男朋友 他背了多少錢的債 傻米 只是男朋友 也就為他背債 或者是為愛丟掉了什麼 反正很多事情 會讓你覺得不可思議 那適合做的人都幹得出來 所以很多適合做很低調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作風很詭異 他說出來你一定不相信 你也一定不會了解 對 所以與其這樣不要說了 大家喝酒喝酒 就這也會了 對 所以很多時候做 看你要不要問問他的一些 生命的經歷 太陽上升在這裡的人 對 通常他就會告訴你一個故事 那故事會讓你可以寫出偶像劇來 所以太陽上升落在這五個星座的人 他的愛情都還滿戲劇性的 大家可以告訴我一下 真的有時候講到戲劇性 可能在這個愛情方面 他可能就會做出比較瘋狂的行為 所以大家今天趕快來測試看看 好不好 從潛意識就可以知道說 為了愛 你可能做出什麼瘋狂行徑 來 其實愛情有的時候是盲目的 常常會讓我們做出很多很多瘋狂的事情 來 今天隨便要測驗 我們就進入你的潛意識 我們測驗一下 為了愛 你有可能做出什麼樣的瘋狂的舉動 好 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的題目就可以知道 你多瘋狂 在戀愛方面 如果要進行24小時出門秀 哪一件事情被大家看到 你會最不好意思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放屁加上大號 好糗喔這個 好糗喔 對 就是這個 那第二個呢 就是流出口水 然後還打呼 對 睡著了 那第三個呢 就是臉變稠眼帶浮腫 我選三號 三是不是 OK 臉變稠然後又腫 這樣子 來 放屁上大號吧 一 對啊 那很恐怖耶 那唐老師你 我也是三 你也是三 OK 變稠 那黃老師 應該是一吧 一 一 我受不了 真的喔 OK 我也是一耶 是喔 對啊 我就沒辦法 OK 好 那觀眾朋友 如果你選完 我們請高老師來告訴大家 這個在談戀愛的時候呢 你這個瘋狂 到底會不會做出什麼瘋狂行為 好 觀眾朋友呢 假如你要進行24小時的除門秀啊 你覺得哪一件事情 會讓你最不好意思 如果觀眾朋友選第一個 就放屁加上大號 像我們的少中嘉謙跟黃老師一樣 如果觀眾朋友 你也選這個 帶我們來看一下呢 為了愛他們會做出什麼樣的瘋狂舉動呢 趕快來看一下喔 為了愛呢 你可以不顧一切的為愛私奔喔 其實這類型呢 有私奔的潛能喔 就當你們愛的時候呢 愛得轟轟烈烈 或是愛得很甜蜜 很窩心 可是大家不看好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非常的難過啊 那你會花很多時間去說服大家 等到都沒有辦法說服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好 那我就跟你去天涯海角 這種感覺其實也蠻浪漫的 也蠻瘋狂的喔 所以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呢 小心喔 你有為愛私奔的潛能喔 你會覺得這好像比較像魔耶 比較像你的個性對不對 我們再看下去喔 所以趕快來看一下選擇二的喔 就睡著了 然後流出口水又打呼 好現場沒有人選喔 所以觀眾朋友 當你進行24小時的出門秀喔 你就是選擇第二個就睡覺 流口水打呼 我們都沒有人選 如果觀眾朋友選這個答案 你會覺得不好意思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為了愛你有可能做出什麼樣的瘋狂舉動 我們都沒有人選喔 趕快來看 為了愛呢 你可以為了保護另外一半的安全 連命都不要喔 所以呢 我們這所有人呢 覺得自己的命比較重要 真的 所以另外一半也還好啊 對 我們一定這樣 對 對 好 其實在練習的人喔 過來跑選這個答案呢 沒有那種羅密歐里茱莉葉的精神 所以為愛 被你愛的人其實呢 也蠻幸運的 太誇張了 對 真的很現實 對 我會覺得說 如果為她死了之後 說不定她馬上就是找另外一個人 喔 不是 她會痛苦 對 她那一塊她就會一直想念你 她會痛苦 可是久了 就忘了 再找另外一個人 就忘了 對 好 趕快來看一下選擇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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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們這樣瘋狂主動 快看 為了愛呢 妳可以甘心做愛奴啊 當勤勞乖巧的太勞更多 那我覺得 我沒認識 對 我沒認識 好準喔 然後可以無怨無悔的送便當 對 而且坐計程車去 其實在練習的 當妳愛一個人的時候呢 妳會從大女人變成小女人 然後妳很甘心的對方 做任何的信息 好準喔 好準喔 對 所以沒關係啦 其實如果妳有受傷 就不會了 妳就會只是私奔而已 好 可是走那已經受傷過了 就不會再當人家的愛妳 妳也會當飛翁 對不對 是過程沒關係 還那麼年輕 還不到16歲妳 40還9的感覺 對 而且搞不好這個可以再更 有更多的戀情出現 也是可以增加妳的這個戀愛經驗 對對不對 兩位現在都沒有這個 男朋友女朋友 所以接下來這一題 就是很適合妳的 好不好 如果真的很想要這個 談戀愛的話 妳可以找這個人來幫幫妳 當然包括這個電視機 前面所有觀眾朋友 如果你真的很想談戀愛 今天這個題目 就可以幫幫大家囉 我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題目是 最近誰可以幫我簽姻緣了 來 我們用這四個字裡面 選一個字來測看看 麻煩各位從這裡面選一個字 來看看是什麼人 那觀眾朋友 麻煩妳一起來測看看 蜜凡梅去 來 我選 去 OK 那這個邵總 我選 妳把好的選 三個字 可以啊 沒有關係 同一個字也可以 沒有我剛才是想選去 那就選去 OK OK 剛老師妳咧 妳 好 康老師 凡 好 我來個 好我沒 好 反正沒人選 好 那我們從前面開始來揭曉 第一個是逆 逆是高老師選的 逆直接想這邊 左邊告訴妳有一個月老 只是月老是誰呢 就是妳的朋友 而且呢 她一個月還給妳介紹兩次 好 一直幫妳介紹 妳的朋友非常熱心 非常熱心 好 我們看到答案是 朋友月老一月二次 是朋友會幫妳簽一元 OK 好 第二個凡 凡是唐老師選的 唐老師 凡的左邊加個人 就是夥伴 妳工作的夥伴 非常地頻繁 幫妳介紹 所以呢 我們看到答案是 工作夥伴 頻頻介紹 就是您的同事 會幫妳簽一元 還不錯 很好 不要換工作 比較快 好 來來來來 好 我們看一下梅 梅是佳謙選的 我選的 梅呢妳是飄泊不定 飄泊不定 這種應該不要人家介紹 妳自己會設法去找 好 好 所以我們看到答案是 飄泊四處自己設法 妳是自己去找姻緣 還對啦 不要跟她自己找 對 自己弄 自己決定 自己搞定 自己去十分 好 最後是去 去世少宗跟雅族選的 兩位 這個字裡面看一下 它暗藏了 叔叔又暗藏了爺爺 也就是說都是妳的長輩 妳的家人 妳的親人 一直催出妳 趕快去祝約 所以跟爺爺在一起 反正妳又 對年紀又沒有關係 對 好 我們看答案是 叔伯爺爺要妳賦約 是妳的家人 長輩親友 會幫妳簽約 所以還好啦 自大就都有機會 對不對 你們都很好 都有人幫 朋友幫妳 我要自己搞定 很麻煩的 對不對 要恭喜兩位 可能在未來就是 這個長輩有一些這個 希望你們可以去看看的朋友 交交的朋友都可以去試試看 好不好 OK 今天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 謝謝三位老師 也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謝謝你們 大家都同時很愛慕某一個人好了 可是呢 只有妳會在路口遇到她 幸運了 對 會比較幸運 妳會跟妳暗戀的或單戀的對象 比較幸運 所以這個時候 妳如果是走單戀路線 像高老師這樣 妳就要掌握機會 這個時候趕快塗上去 我可以跟妳一起撐傘嗎 我可以載妳回家嗎 可以 或者是好餓喔 一起吃個東西吧 只要妳釋出這種善意 妳都能夠搶得先行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及e-titter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